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在上海的一所医学院 有一位叫做王明的老教授 他是健康科学领域的权威 也是一位热情于跑步的长跑爱好者 尽管已经步入70岁的高龄 但王明教授每天都坚持早起跑步 他坚信跑步是保持身体健康的最佳方式 然而最近他的好友李华 却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王明教授 我听说你天天跑步 但我一直困惑 天天跑步到底剪的是皮下脂肪 还是肋脏脂肪呢 王明教授沉湿了片刻 这个问题也让他开始反噬 于是他决定通过科学的角度 来解答这个问题 一 皮下脂肪是人体内最常见的脂肪类型 位于皮肤下方 主要分布在腰部、臀部、大腿和手臂部位 它是一种能量储备库 可以为身体提供能量 并且在保护和支撑内脏、器官方面 起着重要作用 相比于内脏脂肪 皮下脂肪更容易被人们看到和触摸到 也更容易感受到它的厚度和体积 第二 内脏脂肪 与皮下脂肪不同的是 内脏脂肪是分布在腹部内围要在脏气周围的脂肪 这种脂肪很难被肉眼观察到 包括着内脏器官 如心脏、肝脏、胰脏和肾脏等 内脏脂肪是一种活跃的脂肪组织 它会分泌一些基数和细胞因子 对人体新陈代谢和内分泌系统有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与皮下脂肪相比 内脏脂肪对于健康影响更重要 三 皮下脂肪与内脏脂肪的区别 分布位置 皮下脂肪分布在皮肤下方 而内脏脂肪分布在腹腔内 包括内脏器官周围 形态、特点 皮下脂肪容易被看到和触摸到 而内脏脂肪则难以直接观察到 了解皮下脂肪与内脏脂肪的区别 对于我们有效的管理体重和健康至关重要 虽然很多人对体重的关注 主要集中在皮下脂肪的减少上 但内脏脂肪对健康的影响更为直接的重要 内脏脂肪的增加与许多的慢性疾病 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因此了解和控制内脏脂肪的积累 对于预防这些疾病有着重要的意义 通过以上的了解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虽然跑步可以帮助减少皮下脂肪 但想要减少内脂肪的话 需要采取更全面更有效的措施 饮食是非常关键的第一步 我们要多吃以下这几种食物 对于去除肋脏脂肪有一定的效果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第一 首先登场的是那些富含上食纤维的各种蔬菜 你或许不知道 这些蔬菜在我们的肠道中 扮演着青道夫的角色 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的肠道 清除堆积 减少脂肪的吸收 比如说 芹菜 菠菜 这些蔬菜不仅营养价值很高 有非常好的健康功效 还能够有效的促进我们的肠胃蠕动 能让内脏的脂肪运动起来 赶紧的消除掉 第二 就是坚果 内脏脂肪的克星 别看那些小巧的坚果 它们可是减肥大战中的隐形战士 坚果中的不饱和脂肪酸 如核桃中的亚麻酸 有助于调整我们体内脂质的代谢 打击囤积在身体深处的脂肪 一把坚果胜过千斤高 坚果营养很丰富 不仅适合肥胖人群 还适合伤高人群 但是我们一定要把控好量 比如说核桃的话 我们每天吃三颗左右就可以了 不宜大量的食用哦 第三种 全骨类 脂肪 粗青 好扳手 别看那些普普通通的全骨类食物 比如燕麦 糙米 黑米 或者是玉米 那些丧食纤维含量非常的高 能够增加饱腹感不紧 还能够减少肿能量的摄入 而且它们还含丰富的B组维生素 这可是新陈代谢不可缺的催化剂 能够帮助你在脂肪的道路上 一马平穿 不仅可以饱腹 还能够减少食物的摄入 这样不仅可以减肥 还能够稳定三高 对身体有非常多的益处 第四种 就是和产品 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说到减少肋脏脂肪 不能不提的就是那些来自大海的宝贝们 海产品 鱼类 海鲜 虾 鱼 蟹 海带中 含有丰富的 欧米嘎3 脂肪酸 这些神奇的成分 可以有效的调节血脂 使得内脏脂肪得到有效的控制 但是万物皆可适量 千万不要大量的食用 特别是对海鲜过敏的人 一定要注意 第五种 就是茶叶 代谢的小人手 我们在减脂密集 当然少不了那些茶叶了 比如说 绿茶中的 额茶树 被研究证实 可以提高脂肪的代谢率 并减少脂肪细胞的数量 而普洱茶 乌龙茶等 都有助于减少脂肪的吸收与积累 让内脏脂肪无处可残 当然 喝茶对身体有一定的益处 但是也要适量的饮用 不宜饮用过浓的龙茶 还有下午或者是睡前 最好不要喝茶 特别是对于那些睡眠不好的人来说 一定要注意 以免导致失眠加重 除了以上这些食物 合理的饮食结构和规律的运动 才是打赢减脂肪的关键 记住 对抗内脏脂肪 不是短跑 而是一场马拉松 一份耐心 一份坚持 再加上我们的食物神器 内脏脂肪的消失 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制作视频不宜 一个小红星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 可以让我高兴一整天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 就麻烦您帮忙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在下方点一个免费的小爱心吧 感谢您的支持与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